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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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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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我们不需要用人手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数据在屏幕上 我们就把眼睛放在最适合的位置做手术 其实那13秒钟省了都很重要的 因为激光如果做着病人动得太重要 手术可能就要再改期这样做 所以避免了这个情况 SmilePro因为激光的速度最快很多 它蒙了绿灯只有5秒钟左右 基本上它反应不过你 已经做完了激光了 就令到这个做不到激光 要再改期的机会 基本上是接近好的 SmilePro 你来到诊所之后 我们就准备和你做激光 首先我们要和你检验一些 度数的数据和其他检查 你之前一定要多睡多些 就不要弄到眼睛太干 我们做矯视之前 会帮你滴一些消毒药水 和一些麻醉药水 令到你的眼睛没有感觉 和表面细菌就没有了 做那时我们会有个仪器放在眼睛中 让你的眼睛肌肉不能够合起来 你就眨不到眼睛了 做激光的时候一定要留意 少说话 看着那个绿色灯 绿色灯中间会有变化 因为你做SmilePro的时间太短了 那个绿灯所谓消失梦了 只有几秒钟 做完吊事之后 你会觉得萌萌的 然后我们就会在你的眼睛中 把你的箱口打开少少 然后就把那块头镜拿走 你之后就立即清晰一些 我们的病人通常做完之后 立即摸一摸个钟 已经看到几点钟了 回到去你慢慢就可以休息多些 就可以看一些手机 其实看一下电视也看到的 但是真正去到你觉得比较清晰些 但是再实际些的时候 通常是第二天 第二天的早上 通常的视力回复八成至九成左右 做完之后 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几天后 都没什么的 舒服方便 但是有少部分的病人 会觉得泪水可能开头有些不够 但是这个眼干的情况 通常过多两三个礼拜之后 就会慢慢消失了 我们会给回适当的治疗 包括人工累认 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有一些病人 头两三个礼拜或者一两个月 他夜晚看发光的东西 有些叫做圆光 就是灯的光源 有些化开散开了 通常病人跟我们说 就不影响他的 但是慢慢 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他会自动消失的 这个情况 就算你做到零度矫视 近视度数 散光度数 都可以发生的 但是当大路适应了之后 他慢慢就没什么了 我们手术前 我们要有个方法去计算一下 我们预计手术之后的弧度 弧度如果真的过低的话 是有机会戴不到隐形眼镜的 但是绝大部分的病人 都不是这种情况 所以大部分的人 还是可以在手术康复之后 戴上透明或者颜色的隐形眼镜 其实做Smile Pro 首先他要是成年人 18岁以上 和他的近视度数 是要低于1000度 和散光度数低于500度 我们做眼睛检查的时候 我们会看看 他有没有些严重的眼的疾病 例如比较厉害的肝眼症 和眼球里面的位置 可能会不会有些青光眼 黄斑病变 如果真的有的话 可能就未必遇到矫视了 另外我们会做一个眼角膜检查 因为我们做矫视的地方 就是眼角膜 例如他如果表面上有很多疾病 或者有很多损伤 我们就觉得都未必很适合 而且如果是女性的话 当他是怀孕或者授予期间 我们未必帮他做矫视 因为那时候 他的身体的荷尔蒙会有些变化 令到度数没那么准 所以一定要等他怀孕期过了 或者喂完人賴之后 一段时间我们才可以帮他做矫视 包括Smile Call 我想他的优点有几个 他比起上一代的Smile 做矫视的时间短了很多 以前的矫视时间 大约用23秒一只眼睛 但现在大约10至12秒 已经做完一个眼睛了 这个机器会有一个散光组 和时组定位的功能 他就会在做矫视的时候 显示了一些眼睛的数据 在屏幕里辅助我们做矫视 这个矫视技术 做出来幼小很多 我们扎除透镜也快很多 和顺畅很多 对于他的服源也会快些 其实所有做得Smile的病人 都做得Smile Pro 这个新技术 但是病人 其实他最后选择哪一种角色 都是他自己个人选择 但一个病人通常告诉我们 就是他会比较担心 激光时间 虽然已经很短 但会不会对他来说 还是很长 如果他觉得还是很长 希望手术如果做不到下去 要改期的时间 机会再减低一些 或者是他觉得 那十秒没有绿灯 我怕会移动 那Smile Pro 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事力最紧要清晰 Clarity Clarity Clarity